《實修》 我們今天來談這個實修兩個字 實修 那麼 在密教裡面講起來 是很重視這個實修的 比如這個蓮華生大士 他的這個儀俗 他離開這個沙佛世界的時候 他就講六個字 禁師 要重法 最後一個是實修 密教可以講起來是實修派 也可以講 完全他本身來講 偏重於實際上的這個行詞 實際上去做的 應該是屬於密教 那麼 我們曉得這個佛法裡面 有講理的 有理 有視法跟理法 所謂理法 就是講這個佛理 佛的道理 視法 是實修 是實修 這個怎麼分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講這個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跟大家講一下 好像我們這個營養學家 營養學家 他研究每一個東西 好像水裡面含有什麼東西 我們知道水是H2O H2O 水是H2O 那麼他會兩個H 一個O 那有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知道 水裡面含有什麼東西 反正我們口渴 我們喝水 講H2O的 就是講理 講口渴 喝水的 就是實修 他營養學家 他會這個調配食物 他說 這個含有這個澱粉多少 這個蛋白質多少 這個油脂有多少 熱能有多少 糖分有多少 碳水化合物有多少 這個講理的 那麼實修呢 他東西一端過來 通通都下去了 他根本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什麼碳水化合物啊 蛋白質啊 脂肪啊 這個熱能啊 什麼東西 糖分啊 他不曉得 密教本身來講 講實修 有時候啊 他是直接切入的 理論上的 有很多人很會講 但事實上 實修沒有的話 是不可以的 應該講起來 理論要知道 那麼實修也知道 惡者互相進行 這是個是最好的 密教裡面為什麼偏向實修呢 我知道最近呢 這個佛教界 這個宗教這個佛教界 有所謂的這個test 考試 考試 佛教大考 佛教大考 佛教大考是屬於什麼呢 是不是實修呢 不是實修 那個是理論 是理論 怎麼說呢 好像講啊 他會出一個題目 斯加摩尼佛 是幾月幾日生 好 我們回答 南傳佛教 魏塞節 是二月八號生 北傳佛教 大部分做四月八號生 因為生日不定 生日不曉得經過那麼多久 那麼久了 大家做生日就是這樣子嘛 一個是做二月八號 魏塞節 一個是做四月八號 再問呢 那斯加摩尼佛的mother 是誰 她的媽媽是誰 我們講 這個摩牙夫人 摩牙夫人 就斯加摩尼佛的 她的father是誰 她是禁放丸 禁放丸 她的阿姨是誰 那你就要講啊 她的阿姨是誰 就是最後出家的那位阿姨啊 大 大愛 大敬愛 這個都是 這個就是佛邪大考 佛邪大考會問你這個呢 啊 斯加摩尼佛有幾個弟子啊 她的大弟子啊 十大弟子的名字啊 是什麼啊 她 斯加摩尼佛出生在哪裡啊 南比尼元 她出轉法輪在哪裡啊 啊 在陸也宴啊 陸也宴 她 她 這個就問這些問題 那麼 好了 問了 這個斯加摩尼佛 她的這個 第一次傳法是傳什麼 四聖地 就講 寫四聖地 最後一次傳法是什麼 也是四聖地 她的剝頁包含了什麼 四聖地啊 這個六度啊 八正道啊 十二英元啊 她的剝頁的理論 通通要把它這樣子講出來 這一方面的 我講過啊 大學教授 佛學博士都會 但是她的禪定啊 現在問你啊 你禪定了開花為師到地幾啊 什麼禪定開花為師到地幾 她就不知道了 她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在這方面 是屬於實修方面 你自己正宴了什麼 你正宴了這個樂嗎 你正宴了靜光嗎 你正宴了空嗎 你菩薩正宴到地幾地啊 這一方面就不是理論的啦 這一方面就不是理論的啦 這個這一方面就屬於實修的部分 實修的部分 佛理啊 所有佛法分成理論的 理論跟實修的 密教本身來講 就是重視實修的 但是理論也要懂啊 你道理你要知道啊 你先要有理論啊 跟你講理論了以後 你自己去實修 像那個 我們每一天在修一坦法 坐在這邊修一坦法 那麼 大家每一個出家眾 他早上也要修法 日中也要修法 日落也要修法 零歲也要修法 這密中道次第廣論的 一天要修四坦法 要修四座 要四座 那麼大家會講說 修四座 不得了實在是 但是 那麼我是這樣子規定的 至少你是真佛中的弟子 你一天至少要一日一修 再忙啊 也要一日一修 那麼這個就是實修的部分 你修一坦法 修本尊 你這個就是實修的部分 那麼不只是本尊法 是實修的部分 內法也是實修的部分 密叫四貫 外法本尊 內法氣脈明點 三貫無上密 四貫大也滿 這四種貫頂 它的一層一層的 都是依照實修的 都是依照實修的 但是你也要懂得一些理論 什麼是世家形 什麼是上司相印 什麼是本尊 七脈明點的理論 你通通要知道 這個如何轉這個五輪 如何開花五輪 如何使這個靜光出現 那麼如何去融入 如何運行你的氣脈明點 到最後變成大也滿 這個都是必須要 理論跟實修器配合的 中文字幕提供